好,我们镜头持续要带你来了解 其实两三百块就可以吃到烤磕,吃到饱 当然吸引了不少的套磕还胜门 但是你要怎么吃怎么烤才可以确保吃得安心呢 专家就分析了说只要加热之后 这壳如果打不开就代表说 其实这磕应该是有问题甚至腐坏 这种就绝对不要硬敲开来吃下去 而且一定要充分地加热到全熟为止 毕竟台湾的养殖磕其实不是生食级的 必须要确保高温,杀死长颜胡菌 否则吃辣度恐怕就会有上吐下泻 甚至鞋变松衣的危机 在冬时考课一条街 海上楼起直送餐厅鲜度保证 但就算未在产地了 业者还是不断提醒消费者注意环节 避免鲜度遭到破坏 建议你在烤的话要一盘一盘拿 炉子的热气会影响到你们吃的新鲜度 水产最怕不新鲜 如果是外线市非产地 要怎么做才能保持鲜度 高雄这间考课吃到饱 每天从冬时新鲜直送 就会赶紧放进这个冷藏冰棍里头 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笼上面 都放上这个棉被 就是避免水分蒸发 保持它的鲜度 三楼盆这一楼盆 那过程这个 一定要这个温度 蚵仔補齐深度就要得到 每天凌晨一点多 产地直送控制交货量 最多不放超过两天 连送上客人面前 刷洗也得在四度冷藏柜里 就是担心客人吃出问题来 我都会说 我说如果口署我赶紧 你们就可以烤一下 考课有些人可打开就入口 喜欢这种滑嫩口感 但有没有烤熟 真的很重要 像这样有一点立起来的 这种才是完全熟的 轻轻从这里一拨 它整个都可以下来 完整的熟食 这是最安全的作法 其实即使完全加热 还不见得可以解决 所有的问题 但是可以解决 大部分的问题 海水养殖的生科 其实里头都有 长岩湖菌 维生物及寄生虫 至少得经过十分钟 高温烹煮 尽可能确保灭菌 否则体质差的人 恐怕上吐下泻 甚至血便送医 此外专家也建议 如果烤科受热 迟迟不开壳 就代表早已死亡 开始要腐败了 已经半死不过 或已经死掉了 那可能你烤半遍 大概也不见得会开 毕竟台湾的生科 就不是生食级 下肚前一定要烤熟 还得稍微闻一下 如果有胺的味道出现 也代表开始不新鲜 否则吃坏肚子 痛苦的还是自己 接着张俊龙 黄一副旅中人 高雄嘉义报道